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我是罗千竹 首先来看到今天的新闻提要 在政协会议上以夸张的声调演讲出尽风头的林友诗 自称是台湾平凡女孩的她 今天遭到起底 据今日新闻报道 林友诗出身台湾高雄 父亲是国民党员 担任过海军副舰长 身为香港政协委员的她 跟许多中共高官一样 持有美国绿卡 不过这些资讯尚未获得相关人士或单位的证实 美国国务院昨天发布2018年度人权报告 点名中国的人权情况恶劣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 今天痛批报告混淆是非 要美国先管好自己 同时中国国务院今天也发表 2018年的美国人权记录 自由时报引述报告指出 美国的儿童安全性别歧视和移民悲剧日益严重 却对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只手画脚 指控美国人权劣迹斑斑 法善可陈 新闻时时报为您播报 在中国全国政协闭幕会上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介绍应邀人员时依然如开幕一样紧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姓名 他说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应邀出席 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简化为一个等字 闭幕式举行了约一个半小时 委员以鼓掌及表决两种方式通过汪洋的工作报告和今次全国政协的政治决议 在讲话中汪洋套用时下中国党政干部的潮语学习 学习因为习字与习近平的姓氏相同被赋予学习习近平思想这新的含义 汪洋说我们要崇尚学习加强学习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又称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重要阶梯 善于学习就是善于进步 人民政协在学习中走到今天 更要在学习中走向未来 他还说人民政协必须继承学习的光荣传统 把学习作为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的政治责任 作为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的有效途径 更加崇尚学习 积极改造学习 持续深化学习 要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 及时跟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 明报注意到全篇讲话不长 但学习一词竟然提到高达20次 汪洋在会上对政协委员提出新要求 希望委员们敢于担当善于斗争 他说政协没有名誉委员只有责任委员 所有委员都要尽职尽责用心用力 会议结束后就坐在第一排执行主席台的人员全部起立 转身向后准备目送习近平等人离场 汪洋转身时习近平面带微笑与他握手 面带肯定之色 以上是慕子为您播报谢谢您的收看 美国海军内部的报告指出 他们正受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网络围攻 这使得美国的军事强权地位受到威胁 萨尔瓦多去年跟台湾断交 转而跟中国友好 但现在呢似乎又回心转意了 为什么呢来看我们的报道 美国昨天公布2018年度人权报告 国务卿蓬佩奥更点明 中国在人权侵犯上无人能比 详细情形待会来看 另外中国的维稳预算逐年上升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广东的维稳开支竟然高于新疆 有分析认为这与香港有关 中美军事角力不断 美国军方已向内部评估指出 海军和行业伙伴正受到 中国与其他对手的网络围攻 近年来大量的美国国家安全机密遭窃 全球最大的军事强权地位被受威胁 甚至有人就认为呢 围攻就像致命病毒 不采取行动就会死掉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摘录 华尔街日报报导 一份交给美国海军部长 斯宾赛的评估报告 罕见的披露了美军网络安全问题 报告表示 中国造成的威胁不可忽视 因为中国针对美国军方 美军供应商和民间企业 进行网络活动 这改变了两大经济体间的军事实力 中国透过黑客行动 获得了无法计量的短期和长期军事优势 进而扭转全球军事力量 除此之外 俄罗斯也是另一个隐忧 这份长达75页的报告指出 中国黑客频频攻击海军机构 锁定先进的军事科技 但却只有一小部分的网络攻击行动被查获 导致供应链安全出现重大漏洞 而这件事情在海军内部也引起极大关注 有官员认为对于围攻 人们觉得这很像一种病毒 要是不采取行动就会死掉 不过该份报告还没有公开 美国海军也未有置评 中国方面同样没回应 但先前已经否认参与网络攻击 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 去年和台湾断交 转而投向中国的怀抱 但是现在后悔了吗 萨国最高法院周三宣判 要暂缓取消与台湾的自由贸易协定 除此之外 萨国的新总统布格雷也说 有可能会重新评估和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综合苹果日报与自由时报报导 去年8月 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后 宣告终止台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引发当地的产业抗议 昨天萨国最高法院判决 暂缓取消这个自贸协定 另外呢仍在美国访问的 萨尔瓦多新总统布格雷 13日被问及 是否会重新审视 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时表示 目前还没有确定 但前提是中国必须把萨尔瓦多 当朋友给予尊重 他还说 至今没有感受到中国的尊重 接着布格雷批评中国不守规范 指控中国到许多国家 大局推动建设计划 去让当地背负庞大贷款 他还指控中国操纵货币 操弄他国民主 布格雷表示 如果中国尊重萨尔瓦多 萨国愿与中国维持关系 但是如果中国不尊重萨国呢 即使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萨尔瓦多也不会与中国维持关系 人权问题相当重要 也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美国国务院13日公布2018年度人权报告 阐述各国的最新人权状况 国务卿蓬佩奥指出 中国在人权侵犯上 无人能比 关押超过百万的维吾尔族 根据苹果日报引述美国之音报导 蓬佩奥昨天在人权报告记者会上 特别点名中国严重侵犯人权 不仅在新疆成立在教育营 也对宗教活动迫害镇压 损及宗教自由 同样参与记者会的 美国民主人权与劳动局大使 科札克也说 北京对维吾尔族的做法非常糟糕 是当今世上最严重的人权问题之一 除了新疆之外 对于中国政府任意或非法剥夺生命 被失踪任意拘留 拘押政治犯 干涉和平集会 解释自由 人口贩卖等等问题 这项报告也都表达担忧 自由时报引述香港明报报导 提及香港时 报告抨击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 去年打压港人的言论和学术自由 除此之外 也抨击中国政府损害香港的法治与自治行动 看来中国的人权问题确实让各国伤头脑筋 近年来中国公共安全支出也就是所谓的维稳费逐年上升 今年预料将突破1.4万亿人民币刷新历史记录 但是你知道吗 比起新疆西藏等地区维稳费用高居第一名的反而是广东省 有学者分析这背后的原因呢 与香港有关 根据中央社报道 香港明报论坛版13日刊登 晋惠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全的文章指出 外界总认为维稳经费多用在像是新疆西藏和四川等较常出现访民事件的审份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吕炳全翻查近六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间》后发现 2017年维稳开支的前七名 依序是广东、江苏、新疆、山东、浙江、四川和北京 数据显示广东省的维稳开支为1214亿元 不仅比江苏多了1.7倍 也比遭受高压维稳的新疆多上两倍左右 文章表示习近平掌权后 广东的维稳开支一直占据全国之冠 年均增幅高达13.7% 最近几年更以两成三成的幅度增加 吕炳全说这与香港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香港主要的维稳费都源自广东 而来自深圳、广州甚至珠海等各地的情报 军方和国安人员则是以各种名目到香港搜集情报 导致维稳费用不断增加 不过自由时报报导 以人口基数来看 平均下来当局花在每位新疆居民的维稳费用 依然高于广东 节目的最后带您来看到中国简报 为各位观众快速掌握中国各地的最新消息 美国两架B-52轰炸机再度飞到南海上空 根据自由随报报导 美国太平洋空军发言人证实 两架B-52同温存堡垒轰炸机 于3月13日在南海上空进行例行训练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10天之内 美军B-52轰炸机二度飞越南海上空 在当前美中南海角力持续不断的情况下 格外引发关注 一份20年来中国与香港一直存在分歧的逃犯条例 如今再拿出来谈 根据法广报导 中国公安部前副部长陈志敏 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透露 从中国逃到香港的重要罪犯有300多人 促使香港积极修订法案 协助移交逃犯返回内地 不过由于香港的移交逃犯条例 不包含中国的其他地方 以应对香港和中国内地 有不同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情况 因此多年来双方都无法达成共识 至于有商界政协 期望修订能剔除涉及税务等商业罪行 以免影响营商环境 台湾籍的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林友诗 高调支持两岸统一先起讨论 对此陆委会表示 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规定 台湾人不得担任中方 据政治性机关的成员 违反者会被罚薪台币1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罚还 中央社报导 陆委会指出林友诗已经违反规定 将促请主管机关内政部 尽速审认处理 再来关注涉台议题 根据中央社报导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 今天刊出上海社会科学院 台湾研究中心主任 盛九元的文章 内容指出 台湾若加入粤港澳大湾区 不仅可以直接享有 十方面的经济红利 让台湾充分发挥 在国家对外开放中的 特殊地位与作用 还可以在一个中国原则 与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的推进下 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国际活动 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以及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接下来带各位回顾 稍早前的新闻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 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推特直播 我反对习近平 中国留学生说 已做最坏打算 请看报道 中国全国两会之际 正值中国当局修宪取消 国家主席 任期限制满周年 一名中国前往台湾的留学生 在台湾透过推特直播 批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修宪称递 使现况比辛亥革命前更黑暗 该名中国留学生期盼 有一天中国能像台湾一样 自由民主 对于直播反习近平 中国留学生说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然后有朋友问就是 我为什么要站出来 就是实名的反对习近平呢 我觉得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是 就是最初就是基于清华的 清就是就是一种清华精神 尽管我本身不是清华的学生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吧 基于那种 力得力言 无闻息动的精神 我还是要站出来 公开的反对习近平 据中央社今天报道 直播反习近平 中国留学生李家宝称 已做好最坏打算 台湾 嘉南 药理大学 中国学生李家宝 日前在推特直播 主张推行中国民主化 反对习近平专制 他今天接受中央社专访时说 事件发生后 校方暗示他尽快返回大陆 为此 他已做好最坏打算 据李家宝说 如今只要他回到中国大陆 肯定会被冠上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罪名 他的签证将在学期结束后到期 因此希望向台湾政府提出 专案长期留居申请 也呼吁台湾尽速通过难民法 提供类似遭遇者政治庇护 报道说 今年21岁的李家宝来自山东 就读嘉南药理大学 他11日透过推特直播 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去年修宪称帝后 中国比辛亥革命前更黑暗 虽然自己仍在中共政权强力维稳的恐惧中 但已做好站出来的准备 中共大限已至 李家宝今天下午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 对于挺身发声的原因 他强调实在不能忍受习近平的专制 以及对人权的迫害 因此选在中共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一周年时 发表我反对谈话 报道指李家宝说 如今要求中共启动宪政改革民主化 也是不可能的事 因此希望透过行动将自由民主的精神送进中国 引导同龄人勇敢站出来 说出对专制政权的反对 纵使力量小 但依然能看到彼此存在 让大家看见漫天繁星 据他说是在十二三岁时开始对公共议题产生兴趣 接触到翻墙软件后 才透过外媒报道 获知文化大革命八九民运等事件 当时觉得很惊讶 原来我们所处的社会跟中共宣传的完全不同 报道说 李家宝这份对中共体制的不满 随着习近平上台渐渐升温 特别是学校一天到晚召集学生 学习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 让李家宝非常反感 去年中共修宪 更让他决心挺身推翻这套体制 据报道说 当时大一的他首度来台短期研修 来到台湾后才让我深刻感受到 两岸在制度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尽管有人会说台湾自由过头 但即便如此 也好过中国一言堂的政治模式 为此李家宝决定继续争取在境外求学的机会 并在学期结束后转往韩国就读语言学校一学期 也是从当时开始规划今天3月11日的谈话 中央社报道说谈到家人是否知情与担心他的言行 李家宝表示家人并不知情 自己至今也不敢与家人联络 以免家人受到当局骚扰 但在直播过后台湾校方已经约谈他 并暗示他尽速回中国 他在中国的学校也透过同学不断联系他 要求他尽速回去 李家宝在专访结束前强调已经做好最坏打算 只要回到中国大陆一定会被罗知如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 且从此人间蒸发 因此他希望台湾政府能够提供自己专案长期居留 也呼吁台湾尽速推动难民法立法 勇敢接受中国大陆的政治难民 不论是为了台湾的现在或未来 为了自由博爱的普世价值都应该这么做 两会之际孟宏伟有下落了 请看报道 原国际刑警主席中共公安部原副部长孟宏伟落马后 结局不明 今年中共两会至少有两名政协委员 披露了孟宏伟案的最新情况 称该案正在处理当中 不久将有专人回答相关问题 并证实孟宏伟7被剥夺地方政协委员资格 据网络外中华消息 中国两会有政协委员披露孟宏伟案最新进展 原国际刑警主席中共公安部原副部长孟宏伟落马后 结局不明 今年中国两会政协委员陈曾静 披露了孟宏伟案的最新情况 称该案正在处理当中 不久将有专人回答相关问题 孟宏伟于去年10月上旬落马 官方至今未公布其案情进展 在今年两会上 大会新闻发言人郭卫明 曾点名孟宏伟指出其被撤销 中共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报道引述香港星岛日报3月12日消息 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民建青岛市委主委陈曾静表示 孟宏伟案过一段时间专门有回答这个问题的案件 正在处理当中 现年65岁的孟宏伟曾长期在中共公安部任职 从2004年4月起任公安部副部长 他在2016年11月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时 曾引发国际人权组织的广泛批评和谴责 据报道说 孟宏伟受查后 中共政法委公安部在相关孟宏伟受查内部会议中提到 肃清周永康流毒 外界据此相信孟宏伟是涉前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案而落马 报道引述中国媒体消息 指孟宏伟是周永康的老下属 周在担任中国公安部部长期间 孟宏伟由公安部部长助理升任副部长 从周永康的助手变成副手 报道还说 除了周永康之外 孟宏伟的仕途升迁 可能还与现任中共政法委书记郭生坤有关系 港媒曾报道 孟宏伟在湖南的中南大学读工科硕士时 与郭生坤成为校友 2013年中共海警局成立 孟宏伟兼任首任局长 令他跻身正部级 而当时的公安部长是郭生坤 报道说 中国民间青岛市委委员会 还证实孟宏伟的妻子 Grace Moon 卷入该案已先后被撤销山东省政协常委委员 民间青岛市委副主任等职 已有中共官方背景的棱镜新闻中文网曾发布消息称 孟宏伟的妻子利用孟宏伟的公安部副部长的权势担任多家企业董事高管职务 吃空想免取高额年薪 报道说 孟七于年初向法国政府寻求政治庇护 她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从去年10月初到现在 一直没有收到丈夫或家人的任何消息 她担心自己和两个七岁儿子的人身安全 已于1月18日正式向法国政府提交庇护请求 不过法媒称 孟七向法方提出政治庇护的要求 很有可能遭到拒绝 原因是孟宏伟不太可能被判处死刑 报道还说 今年两会前夕港媒透露 孟宏伟的得力下属 前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六局局长陈白岗已被双规 当局至今未宣布消息 任正非又说话了 美国野蛮谁敢投资 请开报道 中国电信商华为创办人兼总裁任正非 这13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专访 他表示美国对待华为的手段会吓跑投资 更自毁国际声誉 任正非称他的战略全错了 今天威胁一个国家 明天威胁一家企业 任意抓不起某个人 那么就没人敢在美国投资了 他称赞美国经济是促进创新的动力 但强调华为遭到美国不公平对待 因此决定透过法律手段表达诉求 任正非表示 川普应当开拓思路迎接所有种类的投资 如果川普能够更加包容的对待世界 朝美国来的投资一定能够让美国再繁荣100年 任正非继续说到 在这个时刻我们选择发声 因为美国政府认为我们是国家安全的威胁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全世界上的人都在谈论网络安全 华为成为风口浪尖上的那个 任正非提到在国际范围内建设 第五代移动网络5G的竞争者 瑞典爱立信和美国斯科 任正非称 难道他们没有网络安全问题 为何华为是单独被挑出来当典型的那个 任正非对美国质疑华为安全性提出反问称 美国网络里没有用到华为设备 这就能让美国网络完全没有安全之忧吗 这就是我们起诉美国政府的原因 3月6日 华为已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立案 起诉美国国会在2018年8月通过设立国防授权法案 判定华为有罪 禁止联邦政府机构采购华为设备 华为因此被剥夺公权即走上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 2月19日美国斯科系统公司公布最新年度趋势研究报告 虚拟移动网络指数报告 报告称到2022年北美洲通过5G传输数据的覆盖率将达到9% 同比亚洲的覆盖率是4% 欧洲的覆盖率是6.5% 美国政府以安全因素禁止华为设备并施压德国等盟国跟进抵制 华为海底光纜超前暗藏机关又给美国添堵 请看报道 中国电讯设备企业华为除积极发展5G技术 也大力发展用于网络数据传输的海底电缆 引来美国政府猜测 担心中国可能透过海底电缆窃密或发动攻击 构成反情报及安全威胁 华尔街日报报道 全球海底约有380条运作中的光纤电缆 承载95%左右的周际语音及数据传输 对多数国家经济及国安来说极为重要 而华为持股51%的华为海洋网络公司 近年迅速发展已成为海底电缆工程界第四大业者 报道引述美国及盟邦政府在职与卸任安全官员表示 华为海洋网络公司熟悉且可接触海底电缆 令中国有能力暗藏监控或让数据转向的装置 甚至可能在冲突爆发时切断整个国家的网络连线 美国至少从2012年开始试图禁止华为参与电讯基础建设 包括铺设海底电缆 在2017年澳洲也曾试图阻止华为海洋网络公司 承建连接悉尼及所罗门群岛的海底电缆 另外美国媒体CNN周二报道 美国农村地区的小型电讯运营商很多都使用了华为技术 但因为这些地区也是美国军事基地所在 专家警告中国可能借此干扰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的指挥和控制系统 对此中国资讯消费联盟理事长向立刚认为 这个想法太玄妙 只是中国资讯信息威胁论的最新版本 针对美国日前警告让德国警告德国让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或减少与德国分享情报 华为西欧业务负责人彭博接受德国商报采访时表示 美国的警告太过分了 在我看来一个国家不应该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去伤害一家商业企业 此外华为意大利分公司首席执行官Thomas Miao在米兰的一场活动表示 华为的意大利业务尚未受与美国持续争端的影响 但看到了客户的担忧 他又表示正就相关担忧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 中国税改大放水8000万人免交个人所得税 请看报道 中国国家税务局局长王军12日在北京表示 个人所得税改革落地后 工薪阶层减税面积达100% 其中8000万人不用再缴纳个人所得税 6500万人减税幅度超过70% 据中心社报道 王军12日在中国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 介绍个税改革成效时间表 从2018年10月到2019年1月 4个月内共减个人所得税近2000亿元 去年前9月改革前个税收入同比增长20% 改革后的4个月同比减少14.2% 今年中国总理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 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 王军称这是一次实打实硬碰硬 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导向精准规模空前 减税降费总规模2兆元 比去年大规模减税降费又增加了于50% 单就减税而言 这一规模相当于当年预算安排的税务部门组织 收入的10%以上 这么大的减税降费规模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 无论是近些年来还是几十年来 都是空前的 王军说 王军表示 税务部门必须把减税降费实打实 硬碰硬的落地 努力做到四十四应 即政策制定要时 简明操作要时 宣传辅导要时 优化服务要时 四应就是信息系统要印 数据账本要印 检查问责要印 改进完善要印 王军称 今年3月8日 中国税务部门已决定再取消15项 涉及减税降费措施落地的税务证明 目前全中国各级税务部门和税务人员 正在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委内瑞拉没电 美国干的 中国说 我们帮你修 请看报道 在不被美国政府承认的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指责美国网络攻击 使该国陷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电力中断后 中国3月13日星期三表示 愿意帮助恢复其电网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三表示 有报道称 委内瑞拉大规模停电是供电系统遭受网络攻击所致 中方对此表示关切 中方希望伪方能尽快查明此事故的原因 尽快恢复供电和社会秩序 中方愿意为伪方电力系统恢复提供帮助和技术支持 陆康没有提供详细情况 路透社报道受俄罗斯及中国支持目前仍控制的军队和其他政府部门的马杜罗指责华盛顿令委内瑞拉陷入经济动荡 并谴责反对派领导人被美国及60多个国家承认的临时总统瓜伊多是美国的木偶 据社交媒体和目击者所述 委内瑞拉大部分地区到星期二已恢复电力 包括一些从3月7日就断电的地区 目前只有首都卡拉卡斯部分地区和靠近哥伦比亚边境的西部地区无电 路透社报道 一些专家表示 这次断电可能源于连接委内瑞拉西南部的古里水电厂与国家电网的传输线路出现技术问题 但是马杜罗怪罪华盛顿发动了他所说的复杂的网络攻击 连续几个月来 马杜罗与瓜伊多之间的权力斗争导致原本深陷经济困境的委内瑞拉出现混乱 美国和另外几十个国家公开承认瓜伊多为总统 并要求马杜罗下台 美国委内瑞拉政策特别代表 爱布拉姆斯新前二说 川普政府将在本周宣布针对委内瑞拉的重大制裁措施 一天前美国宣布制裁一家由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国有企业共同拥有的位于莫斯科的银行 理由是这家银行支持陷入困境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委内瑞拉国有石油业 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本周从委内瑞拉撤回所有仍在那里的外交人员 在上星期一委内瑞拉的电网瘫痪后 蓬佩奥在3月7日的推文中说 没有食品没有药材 现在又没电 下一步没有马杜罗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我是莫子 谢谢您的收看 英国脱欧摇摆不定 中央社报道 英国国会继12号否决首相梅伊的脱欧协议后 昨天再以312票赞成 308票反对 仅仅4票的差距 否决在无协议状态下脱欧 也就是外界所说的硬脱欧 明天英国国会将针对是否要延长里斯本条约第50条 延后脱欧时间再度表决 委内瑞拉持续超过一周的全国性大停电 终于在昨天全面恢复供电 自由时报引述CNN报道 委国新闻部长罗德里格斯表示 经过政府抢修 大部分地区的电力都已经恢复正常 而14号全国也将恢复正常上班 不过CNN指出 当地人有许多医院还是处于停电状态 病人安危仍然堪忧 再来看到二月中西班牙传出驻马德里的朝鲜大使馆 遭到10名歹徒闯入 暴打工作人员 还抢走电脑 今天中央社引述当地媒体国家报指出 根据监视器画面和目击者证词 西班牙确认其中两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有关 并在韩国情报单位的协助下犯案 而歹徒闯入使馆的主要目的 很可能是要抢走朝鲜前驻西班牙大使金赫哲的相关资料 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美中贸易谈判进入最后关键阶段之际 美国总统川普再度变脸 川普周三意改先前的乐观态度 向中国发出警告说自己不会签署一份无法满足美方要求的贸易协议 同时表示自己并不急着和中国达成协议 并认为相比之下北京方面比较缺乏耐心 有专家分析川普态度出现转变 可能是出自一种谈判策略 川普近来紧密追踪谈判进程 除了定期会见高级贸易顾问 也密切留意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中方谈判代表刘鹤的会议进展 根据纽约时报中文网 川普日前在白宫与顾问们开完会后 对记者表示中国非常想要达成协议 相比之下华府并没有那么急迫 他还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白 川普面对软弱的提议 可能会在谈判桌上一走了之 就像二月份在河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时那样 川普与代威胁 与近来的乐观态度打相径庭 则在川普政府担任驻北京谈判人员的Christopher Adams认为 川普的言论可能反映了一种谈判策略 他指出川普可以将这个当作筹码 因为他自己可能也意识到 如果签署一份软弱的协议 会招来外界批评 就在上个月川普曾对外表示 距离达成协议只有一步之差 并乐观谈到了在他的海湖庄园与习近平举行峰会 并在三月底前完成谈判的前景 川普2月22日在白宫办公室卫健刘鹤时表示 针对美中贸易谈判 很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令人非常兴奋的事情 但有美国官员表示 现在看来三月份不太可能达成协议 同时透露官员们开始讨论在四月份选格日期 根据了解习近平将在3月21日前后访问欧洲 两国谈判人员曾希望能及时敲定协议 以便让习近平在结束欧洲行程后 安排海湖庄园之旅 分析人士指出这可能减少习近平因为前往美国 并同意对美国做出让步 而在中国国内可能受到的批评 如果这个计划无法实现 还不清楚峰会可能安排在什么时间 美国官员表示川普计划5月底访问日本 到时候或许会绕到中国 事实上中国官员此前也曾邀请川普到海南岛 与习近平举行会晤 不过当时川普的顾问们 说服川普不要接受中方提议 因为主办签字会议的国家 可能会具有在最后一刻提出要求的优势 贸易谈判已进入最后关键阶段 然而根据具体磋商的协议文本 双方在关键议题上还是有重大分歧 在一些问题上讨价还价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周二在三议院作证时指出 目前最大障碍是执行机制的问题 并承认谈判最终还是有破局的可能 他表示美中双方已经进行了几轮的文本交换 他也和刘鹤通了电话 虽然他对两国最终达成协议 抱持谨慎乐观态度 并认为美中有望在几个星期后达成协议 但他同时警告 双方之间还是有需要解决的严重问题 如果这些议题不能以对美国有利的方式解决的话 美国将不会与中国签署协议 根据美国之音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史建道指出 美中目前最大分歧在于执行机制 美方坚持必须要有一个执行机制 确保协议能得到具体落实 而华府的有关提议是如果美国认定中国没有遵守协议 就可以对中国采取单边的关税措施 他指出北京一直强烈反对强制执行机制的概念 但最近似乎展示出一定的灵活性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寿文上周末在中国人大记者会上说 中国可以接受这样一个机制 但前提是这个机制必须是爽向的 也就是说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个机制对美国发起挑战 美中达成协议的前景 目前还是有如过山车一般起起落落 美国官员正试图厘清 刘鹤能否推动庞大的中国官僚体系 做出美国希望看到的让步 根据经济学家史坚道 美方对于贸易协议的最基本期待 就是中方能满足美方 改善贸易失衡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 而中方的期待则是双方贸易关系不被严重干扰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期间又会出现什么样的进展 可以确定的是双方官员已经进行一系列磋商 尝试解决问题 但对于结果及后续问题 美方已经表态 挫上不成就会采取关税措施 中方目前则是雨带保留 如此情况下 美中贸易谈判的破局风险 依然没有完全摆脱 美中贸易协议签不签得成 川普的态度始终暧昧不明 以下带您来看明镜电视稍早前制作的专题 来看不跟中国签协议 川普有胆量有筹码吗 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美中贸易谈判进入尾声 双方正在为川普和习近平这两位领导人 三月底将在海湖庄园会面 并签署贸易协议而进行相关的筹备工作 尽管中种迹象显示 美中两国接近达成一项贸易协议 但也只是接近而已 川普会不会在最后一刻 不跟中国签署贸易协议呢 根据美国之音报导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如果协议不完美的话 川普就不会签 但有专家认为 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2月25日 新华国际时评就曾指出 越到最后阶段谈判就会越艰难 不排除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并强调对美中经贸摩擦的长期性 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有清洗的认知 川普2月28日在越南河内 召开记者会时也表示 美国与中国的谈判如果不符合预期 他一样会在最后一刻放弃交易 没再害怕 蓬佩奥3月5日在爱澳华州 接受辛克莱广播集团采访时也说 尽管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 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川普会拒绝签署不完美的美中贸易合同 不过美国仍将继续努力达成协议 在上周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表示 已经达成了美中贸易协议的执行方案 甚至提供了具体细节 华尔街日报3月3日 也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称 美国和中国正处于完成贸易协议的最后阶段 白共经济顾问哈萨特4日也说到 川普政府与中国的贸易协议已接近终点线 不过美国的一些贸易问题专家担心 川普会与中国达成糟糕的贸易协议 莱特希泽的贸易协议执行方案就受到批评 据美国之音指出 一些对中国持强硬立场 并支持与中国打贸易战的人还担心 正在成型的协议 不包括要求中国做出结构性的改变 对此 川普的前顾问班农认为 川普若想得到他满意的结构性改革 就需要有更多的时间与中国谈判 而美国企业研究所长期关注美中贸易问题的经济学家史剑道 也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对美中贸易协议的忧虑 火上浇油的是这种不断通过谈论 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来推动美国股市上涨的企图 推动股市上涨不应该是美国的目标 尽管史剑道担心协议结果不如其意 但他认为川普不太可能不与中国签署贸易协议 他说 美国从谈判桌上走开是高度不可能的 川普可能比这个国家的任何其他人都更关心朝鲜 相比之下 许多美国人关心与中国达成的交易 如果川普政府在会谈失败的情况下 有另一个可以应对中国的战略 那么川普更有可能离开谈判桌走人 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计划 而且在中国问题上 总统需要向美国民众拿出点东西来 根据中央社报导 亚洲协会4日举办座谈会探讨美中贸易协议 前美国副贸易代表 现任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副主任 科特勒也认为 没意外的话 美中将宣布达成贸易协议 他透过视讯进一步表示 双方谈成协议后 美方应严格监督与强制执行 确保中方履行承诺 并可是中国履行承诺的表现 逐步解除美国对中国货品加征的关税 还建议可以由官方部门负责 美国在全中国的使领馆都应参与 而语坛的研究机构加富凯合伙人 葛一豪也表示 川普面临不少国内政治问题 需要一场胜利来展现他对中国施压 达到实质成果 因此现在就想要达成美中贸易协议 不过葛一豪也指出 川普等不及解决其他结构性问题 可能将引发华府鹰派人士的不满 葛一豪再进一步说到 习近平也有达成贸易协议的政治诱医 他表示 今年上半年 中国经济形势格外艰困 对习近平而言 违略让步并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 将获得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喘息空间 等到年底中国经济回稳 与美国的谈判地位将更有利 中国商务部长中山 3月5日时就指出 中美磋商坚持的原则 就是两国元首达成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 他提到 磋商过程很艰难辛苦 难就难在两国的制度 文化和发展阶段 都有很大的差异 双方要达成共识 需要求同存异 付出更大努力 他还表示 习近平强调合作 是中美两国最好的选择 现在工作团队还在继续磋商 还有许多事要做 尽管美中两国都渴望达成协议 也都高喊要彼此互惠 两国说法看似相近 但双方到目前为止 都还不愿松口说 准备签订协议 这份贸易协议将谈成什么样子 最后签不签得成 有待三月底揭晓 以上是孙玉山为您带来的明镜焦点 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中美贸易战出现缓和迹象 但川普政府对华为的围堵 并没有因此终止 美国拉拢盟友立抗华为 只不过这个防御阵线 似乎有了破洞 先前传出德国有意接受 华为的5G设备 对此美国着急了 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驻德国大使格瑞尼尔 写信给德国经济部长说道 如果德国让华为参与5G建设 美国就要限制 与德国的情报交流 而美国这么样的大动作 威胁德国 也让默克尔所属的 保守派阵营感到恼火 德国总理默克尔12日放话 德国将会制定自己的电信安全标准 而美国踢到铁板之后呢 转向施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试图阻止德国采用华为设备 根据封传媒的消息 默克尔12日表示 德国政府重视网络安全 特别是5G以及数位领域的层面 只不过德国会保留自己的看法 制定自己的标准 德国议会保守派领袖布鲁默也说 德国有能力处理自己的安全问题 不需要美国大使的提示 德国之声认为默克尔的强势回应 强调了德国在定义安全标准方面的主权 事实上德国配合拒绝围堵华为 其实出乎美国的意料 BBC报道目前包含美国 日本 澳洲 新西兰等地 都已经禁止使用华为的5G设备 英国虽然曾经说华为的风险可控制 但也正在讨论限制措施 反交于德国 德国并没有限制华为 而是采取严格检查措施 眼看着德国不吃威胁那套 美国只好向北约施压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统帅指出 如果德国与华为合作5G 北约部队将停止与所属德国部队通讯 自由财经报道指出 北约在欧洲的最高盟军指挥官斯卡帕罗蒂 向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表示 他们担心德国的通讯基础受损 如果华为等中期产品被用在德国国防通讯 那北约将不会与德国进行通讯 并且表示这对军方来说会是一个问题 美国德国意见不同 发广报道对于华为参与德国5G建设 正反声浪都有 德国广播电台指出 如果不用华为 德国5G建设将受到拖延 而且成本更高 即便排除华为 欧洲竞争对手诺基亚和爱立信 也未必能够抢到机会 因为这两家公司都没有足够的力量 为德国建造5G网络 大部分的观察家认为 与其把一个重要的供应商赶出市场 还不如把网络和数据保护好 尴尬的是 华为让德国进退两难 选择华为 美国不高兴 但抛弃华为 中国又不高兴 德国内政部长 赛赫佛曾经表示 排除华为参与5G建设 可能会损害经济 只不过经济利益和政治情报 孰亲孰众也令德国难以选边站 美日进报则是持相反的意见 表示华为不是独立企业 而是独裁的成名 德国不应该加大对独裁政权的依赖 应该放弃华为 其实要选边站的不只是德国 美中两大强国科技角力继续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2月10还特别到欧洲喊话 以强硬的措辞 要求盟友不要用华为的产品 究竟在两强压力下 外界又是怎么看待华为的呢 根据BBC中文网2月13日的整理报导 支持华为的有匈牙利和斯洛伐克 匈牙利已经有七成民众 使用华为产品 斯洛伐克总理则认为 华为的安全隐忧没有证据 法国挪威捷克则是站在美国那一边 法国官员表明要保护敏感资讯 担心华为威胁国安 挪威波兰捷克则禁止华为在当地运作 值得注意的是 加拿大原本不反对华为 是在孟晚舟事件后中加关系陷入冰点 才使得加拿大国内抵制华为 对此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还警告 要加拿大仔细思考 做出明智抉择 而亚洲国家的部分 日本已经决定排除华为 韩国目前则没有明确对华为做出限制 如今华为成为全球关注的企业 这场美中之间的科技战场 到底会如何发展 外界都在看 以上是罗千竹为您带来的明镜焦点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看明镜焦点 顶尖学校本应该是社会流动的发动机 和通往梦想的大门 但如今却成了有钱人交易的游戏 根据纽约时报中文网报导 美国爆发史上规模最大的大学招生弊案 调查涉及全国200家代理机构 导致6州50人被控告 包括大学教练以及有钱的家长 其中有几位好莱坞明星 也成了这起事件的被告者 BBC中文指出 56岁的女演员费利·西蒂霍夫曼 因涉嫌行贿 帮助女儿进入大学名校 12日遭到逮捕 她于2006年以窑窕老爸 荣获金球奖戏剧类影后 之后凭着影集《欲望施奶走红》 还获得爱美奖 时空文件指出 霍夫曼代表她的大女儿 以慈善捐款的名义 拿出1.5万美元 让她的长女苏菲亚 在SAT的测验中取得高分 据称她还曾打算 也帮小女儿参与舞弊计划 不过最后并没有这么做 霍夫曼12日出现在洛杉矶一家法院 并在缴纳25万美元的保释禁后 获得释放 还有另一位美国女星也遭到起诉 她是曾饰演过 倾听心灵的洛丽·陆格林 指控文件称 陆格林和同样被起诉的丈夫 同意支付50万美元 让他们的两个女儿 成为南加州大学的赛艇舰队员 即便孩子根本不具有任何专业运动能力 却能以体保生的身份 入读南加州大学 不过陆格林没有被拘留 此外 纽约时报中文网也指出 还有父母花5万美元 故意让孩子被判定有学习障碍 以便孩子能够在已经串通好的 监考员陪同下 参加标准化测试 进而确保他的分数达标 顺利进入南加州大学 还有一个例子是 一对父母花了120万美元 让不会踢足球的女孩 变成明星球员被耶鲁大学证目 CN报导有提到 其中一名于耶鲁大学任教的女子足球教练 梅雷迪斯 在被捕后承认 曾收取40万美元的汇款 协助一位没有参加过任何足球比赛的学生 伪造运动员档案 以女足新人名义录取 报导还指出其他几个例子 比如洛杉矶一家营销公司的CEO 曾被指控花了5万美元找人当枪手 帮他儿子考ACT 纽约有一位著名律师 也被指控花了7万5千美元 让考官在他女儿的ACT答卷上 纠正错误答案 一名乔治成大学的网球教练 在2012年至2018年间 共收受贿赂达270万美元 还有著名时装设计师 莫辛莫 贾斯鲁里 以及多名企业高管 涉嫌行贿的金额高达600万美元 让他们子女进入包括耶鲁 斯坦福 乔治成 德州大学 洛杉矶加州大学 南加州大学 以及威克森林大学等经营学校 而这起庞大诈骗案核心人物是威廉辛格 据纽约时报中文网报导 他创办了一间 名为关键全球基金会的非盈利机构 作为幌子 帮助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作弊 并会入体育教练 教练能让学生以虚假的体育证书进入大学 起司书称 从2011年到2019年2月 家长们向辛格共支付了约2500万美元 用来行贿教练和大学行政人员 在证词中 他将自己的贿赂和洗钱体系 成为一道侧门 他说到 有一道正门是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去 还有一道后门是让人们通过学校的募捐系统 捐一大笔钱 但这些都不能保证孩子一定能入学 而他设计了一道侧门 向家长们保证他们的孩子必定能进去 最后辛格被控 敲诈勒索 洗钱 欺骗联邦政府 及妨害司法公正等罪名 面临长达65年的监禁 和125万美元的罚款 12日他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出庭认罪 并以50万美元的保释金获释 而法官将判决日期定在6月19日 在顶尖学校宝贵的名额争夺中 金钱发挥了多大作用 酝酿了多少计谋 难道有钱就能走捷径吗 有钱就能换特权得优势吗 这种用钱买入学名额的行为 操弄高教体制的做法 不仅是作弊 还可能导致其他刻骨努力的学生 失去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 一位专栏作家弗兰克布鲁尼 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 题为美国顶尖名校的丑陋 残酷和不公正的文章中指出 这起高校招生丑闻所获得的两大启示 他认为 一是父母们可以是多么愚蠢虚伪 他甚至敢打赌 很多被指控的人都是自豪的自由主义者 谈论着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环境的重要性 却尽一切努力把自己的孩子推进赢家的圈子 这些家长不仅毁掉了子女的未来 还顺便向他们灌输了肮脏的价值观 让他们蒙羞 其次 虽然各个大学承诺更公平的招生 和更多元的学生群体构成 但并没有以认真的态度和精力 来审视当前发生的事情 以兑现这一个承诺 作者批评各大学是理想的欺骗对象 因为录取过程就是一场游戏 BBC中文说 耶鲁大学 乔治城大学 威克森林大学 加利福尼亚大学 洛杉矶分校和德克萨斯大学 都发布了声明 表示愿意配合警方全面调查 另一个涉事的南加州大学 12日也表示对事件的遗憾 也发表声明称 已经解雇了涉嫌受贿的两名员工 且会与联邦调查局合作 学校也正开展内部调查 尽力避免同类事件发生 以上是孙云霜为您带来的明镜焦点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飞机残骸散落一地 还可以找到几张乘客身份照片 现场摆放白色花圈挨到罹难者 一所比亚航空公司 一架737 MAX 8客机 10号发生坠机意外 机上157人全数罹难 世界各国还有监管机构 开始陆续禁飞波音737 MAX全系列 或是部分机型 而讲话总是比别人快的 美国总统川普 漫了世界各国好几步 13号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讲话之前眼神要先扫射四方 川普在白宫记者会 正式对波音737 MAX型号飞机 下达进飞令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 在分析了坠机事故 现场的新证据 还有卫星收集的数据之后 才做出停飞决定 航空管理局也在书面声明表示 将会进一步调查 飞机的飞行数据 还有座舱声音录音机 而美国的停飞决定 将会延续到调查结束为止 波音客机意外造成重大损伤 许多人还是预计有存 旅客对于川普的停飞决定 多半可以理解 不过川普的决定来得晚 背后的原因也成为媒体讨论焦点 波音公司身为全球最大的飞机制造商之一 每年会花费上千万美元 在华盛顿游说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 根据美国五党派组织 相应政治中心的数据 波音去年的游说费 就超过1510万美元 不只同时下注民主党和共和党 还在华盛顿部署了数十名游说者 帮助波音公司影响政府决策 向美国国会砸大钱 波音不只掌控政治局影响力 还是美国政府第二大的国防合作对象 2014年到18年 波音与政府之间交易金额高达1040亿美元 与政府之间交流频繁 现任美国总统川普与波音的交情 更是众所皆知 美国总统在国际间飞来飞去 搭乘豪华的空中一号 就是波音公司生产 而且川普还曾经因为空中一号的花费太昂贵 直接打电话与波音总裁杀假 虽然波音737 MAX在全世界遭到禁非 不过波音公司还是持续进行737 MAX的建造工作 同时也发表声明 声称对737 MAX机型仍然有信心 但在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还有全球航空当局协生之后 波音公司出于谨慎和安全 建议美国联邦航空局暂时停止全球 371架737 MAX机型的营运 并且会持续协助相关的调查工作 追击意外对波音公司形成重大打击 而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事实上在去年10月 印尼就已经发生一起 波音737 MAX客机坠毁事故 并且造成189人死亡 而半年之内就发生两起大型空难 民众要重拾对于737 MAX机型的信心 想必还需要一段时间 而根据BBC报道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代理局长就表示 这一次伊索比亚航空搬机的轨机 和去年10月的印尼坠机事故相当接近 两起事件似乎有所关联 而事发原因究竟是因为航线或是天候问题 还是在飞机本身都需要时间厘清 优优独播剧场——波诶 糖 糞 糞合起者 糟发布 市集团 cham 周